生命的期限 圣经阿摩斯书四章十二节 你当预备迎见你的上帝 我们总得面对许多期限 要付的账单 需要更新的执照 退税单等等 各种名目没完没了 然而我们都要面对一个 至关重要的期限 圣经说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除了那些基督再来时 还活着的人 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 自古以来所有的人 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 如果我们对此置之不理 不做好准备 那实在是极为愚蠢的行为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 耶稣用一个财主的故事来做比喻 财主计划盖一个更大的仓房 来收藏他在地上的所有财物 所以他就能够一劳永逸地享受生命 意想不到的是 上帝宣布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他的大限临头了 你准备好见上帝了吗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基督 为你个人的救助 就要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 要相信他 为了洗净你的罪 而在十字架上流血 并且战胜死亡 从死里复活 请求他拯救你 然后当生命的最后期限来临时 你就能够誓死如归 读经 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 自己心里思想说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又说 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另外该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 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可以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 上帝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积才 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 也是这样 好 明天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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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万一